最不一样的历史尽在明朝那些事 宋江为什么要造反 造反就是为了昭安 当年的宋江原本是给政府干活 而且还有职务 根据水浒的说法 他的日子过得还很不错 除了拿工资还勾结黑社会 比如朝盖等人吃点外快 经常结交江湖兄弟 给钱从来都不小气 你当吉时宇的名号那是白给的 只是一时手快干掉了自己的小妾 所以才被迫流落造反 刘国能的情况比较类似 跟张献忠不一样 他原本是读过书的 据说还有个秀才的功名 但后来不知是一时冲动 还是懵懂无知 竟然造了反 好在运气不错 这么多年没被干掉 还混得不错 但造反这个活 混得不错是不够的 毕竟工作太不稳定 危险性大 刘国能又是个比较孝顺的人 希望在家孝敬父母 所以趁此机会准备投降换个工作 刘国能这一投降 可把这张献忠给吓蒙了 哎哟 投降还有抢生意的 眼看着问题严重了 张献忠立即派出了自己的使者 去找熊文灿 表示近期就投降了 但是熊总理也硬气 没有盛情挽留 反而表示 关于投降的问题 还要研究研究 才确定是否接受 原本投降是供不应求的 现在呢 成了供大于求 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 麻烦了 但是张献忠 不愧是在衙门里面混过的 非常机灵 立刻转变了思路 决定送礼 而且张献忠明智的意识到 熊总理的道行很深 梁广总督那是个肥差 单是送钱估计没戏 所以他专程找了几件古董玉器 反正这都是抢来的 派人就给送了过去 只求一件事让我投降 捞钱之余还有政绩 如此的好事 对熊总理而言不干 就不是人 他马上接受了投降 并且命令张献忠等人就地安置 张献忠投降的时候 手下有七八万人 而他的驻地在古城 现今湖北的古城 消息传来 崇祯极为高兴 认定熊总理是旷世奇才 大家赞赏 杨四昌也很高兴 高兴之余 他提出了一个想法 客观的讲 这是个比较阴险的想法 以至于后来很多人认为 如果照这个想法办了 天下就消停了 这个想法的具体内容 是让张献忠在投降之前 办一件事 去打李自成 这就好比黑帮团伙 每逢拉人入伙的时候 都要让新人干点缺德事 比如砍人放火之类 专用术语 叫沾点血 今后才好一起干 但崇祯老板实在是很讲道义 他表示 人家刚来投降 就让人家干这种事 似乎有点过分 所以也就这么算了 对于崇祯的信任 古城的张献忠先生 如果毫无感动 那也是正常的 作为投降专业户 他所要考虑的 是什么时候再造反 以及造反之后 什么时候再投降 实际情况似乎也是如此 到了崇祯 十一年十月 张献忠同志 已经难能可贵的 投降了十个月 很明显 他也不打算 打破自己以往的投降记录 开始私下联系 蠢蠢欲动 而以熊总理的觉悟 估计只有张先生的砍刀 砍到他的枕头上 才能反应过来 就在以往节目 即将重播之际 一个消息 彻底打乱了张献忠的计划 三个月前 在陕西的李自成 待不下去 跑到了四川 刚到四川时 李自成过得还可以 后来 红城仇调集重兵围剿 他就退往山区 双方僵持不下 李自成瞅了个空 又跑回了陕西 以往每次李自成跑路的时候 红城仇都礼送出境 送出去就行 确保他别回来 并不多送 但是这回李自成发现 红城仇开始讲礼貌了 从四川出来的时候 屁股后面 就跟着一群能人 比如关宁军的主要将领 祖大碧 佐光仙 以及曹文赵的侄子 曹汴娇等等 而且这帮人很有诚意 一直跟在后面 而且玩命的打 曹汴娇带着三千骑兵 跟了二十多天 连衣服都没换 连续击败李自成 直接把人赶出了陕西 红城仇之所以如此卖力 是因为挨了骂 按照房区的划定 陕西归孙传亭馆 四川归红城仇馆 照孙传亭的想法 李自成进了四川 就别再让他出去了 可是红城仇不知道怎么回事 竟然又让李自成跑了 孙传亭自然不干 认定是红城仇玩花样 让自己背黑锅 气得不行 就告了一桩 这一桩相当狠 崇祯极为愤怒 马上就批了个处分 那个意思是 你想干就好点干 不想干我就干你 搞得红城仇连觉都没法睡 连夜开会 准备跟李自成玩真的 对方突然下了真招 李自成没有思想准备 连陕西都没待住 只能往外跑了 一路往西北跑 跑了几天几夜 到了甘肃 终于没人追了 但过了几天 李自成才明白 不追是有理由的 在明代 西北是比较荒凉的 陕西的情况还凑合 再往外跑 基本上就没人了 所以压根没必要追 让他自己饿死就行 红城仇的想法大致如此 事情也正如他所料 李自成混得实在是太惨 没人没粮 一个多月 损失竟然过半 已经穷途末路 出乎红城仇意料的是 没过几天 李自成竟然穿越 严密封锁 又回来了 从他的眼皮子底下 溜了进来 据说这件事情 吓得红大人 几天没睡着觉 毕竟刚刚做过检查 还出这么大的事 随即写信 向崇祯请罪 但是崇祯的领导水平 实在是高 一句话都没说 只让他戴罪立功 宏大人感动的是 眼泪汪汪 决心以行动来 报答领导的信任 马上找到孙传廷 要跟他通力合作 彻底解决李自成 孙传廷很够意思 啥也不说了 立即调兵 发动总攻 在一个月里 跟李自成打了四仗 四仗之后 李自成只剩下一千人 只剩下一千人的李自成 躲进了汉中的深山老林 原本那是几万精锐手下 被打的只剩下一个零头 甚至连他最可靠的亲信 齐总管也带着人当了叛徒 在山沟里受冻挨饿的李自成 感到了刺骨的寒意 如果要是张献忠 到了这个时候 估计早就投降 洗洗睡了 但是李自成依然不投降 他依然要坚持 但是老呆在山里 终究那是不行的 必须得走出去 经过分析 李自成正确的认识到 四川是不能去了 陕西也不能去了 要想有所成就 唯一的目的是河南 河南有人口 有灾荒 加上还有几个 从前的老战友 所以这是李自成最好的 也是唯一的选择 而从汉中到河南 必须经过南原 南原位于铜关附近 是此去必经之路 为了交通安全 李自成在出发前 进行了长期侦查 摸清了地形 为了麻痹敌人 他在山区蹲了一个多月 直到所有官军撤走 才正式上路 一路上 李自成是相当机灵 数次避过官军 终究是有惊无险的 到了南原 南原是他的最后一战 只要通过这里 他的命运就将彻底改变 一个月前 当李自成只剩一千人 躲进山里的时候 孙传廷认为 这是歼灭李自成的最好时机 必须立刻进山围剿 至少也要围困 可是红城仇反对 他认为既不要围剿 也不用围困 孙传廷很愤怒 他判定李自成 必定会再次出山 而且他的进攻方向 一定是河南 这一回 红城仇没有反对 他说确实如此 既然确实如此 为什么不全力围剿呢 因为最好的围剿地点 是通关南原 无论他从何处出发 那里是他的必经之路 所以当李自成全军进入南原之后 他才发现自己落入了陷阱 据史料记载 为了伏击李自成 孙传廷集结了三万以上的兵力 每隔数十里就埋伏一群人 山沟丛林 只要能塞人的地方 都给他塞满 如此架势 别说突围 就算是挤 估计都挤不出去 所以从战斗一开始 就毫无悬念 蜂拥而上的明军开始猛打 挨了闷棍以后 李自成开始突围 往附近的山里跑 然而跑进去才发现 明军比他进来的还早 于是又往外跑 跑了一天 没能跑出去 李自成步余下的一千多人 那是他的精锐亲军 九年来南征北战 无论是四川陕西 钻山沟绕树林 都坚定不移的跟着走 到了南原 就再也走不动了 虽然经过拼死厮杀 最终没能突围出去 从白天打到晚上 一千个人 只剩下了十八个 李自成也是十八个人之一 他趁着夜色 率领部将刘宗敏逃出了包围圈 他的手下全军覆没 老婆孩子全部被俘 在一片黑暗中 孤独的李自成逃入了商洛山 在那里 他将开始艰难的等待 至此西北民变基本平息 几位著名头领 基本都被整得妥贴了 要么灭了 要么投降 没灭也没投降的 似乎也很悲哀 毕竟连被灭的价值都没有 是很郁闷的 张献忠老实了 现在经济形势这么差 工作不好找 如果再去造反 吃饭都成问题了 所以他收回了自己的再就业计划 开始踏踏实实的当个地主 古城基本归他管 崇祯的天下消停了 民变基本平息 朝廷基本安定 要走的走了 要杀的杀了 要招安的也招安了 经过长达十年的混乱 大明终于等来了曙光 对目前的情况 崇祯很是高兴 他忙活了十年 终于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他曾对大臣说 再用十年 必将设计兴盛 天下太平 十年 一年都没有 看到光明的崇祯并不知道 他看到了 并不是曙光 而是回光 回光返照 几乎就在李自成 全军覆没的同时 一件事情的发生 再次改变了大明帝国的命运 崇祭 崇祯十一年 皇太极决定 进攻明朝 清军兵分两路 多尔滚率 左翼军 越拖 率右翼军 越过长城 发动蒙弓 应该说 为了这次进攻 皇太极是很费了一番心思的 他不去打官宁防线 也是实在打不过来 居然绕了个大圈 跑到了秘云 秘云的守军很少 但几乎没人认为 清军会从这里进攻 因为这个地方 山多 而且非常险要 要从这里过来 要爬很多的山 而且很难爬 还要爬很久 从这里打进来 那是绝无可能 皇太极他选择的地方 就在这里 他的战术非常简单 就是爬山 清军爬过来的时候 纪辽总督吴阿恒 正在喝酒 还喝大了 脑袋比较晕 这个人要是喝醉之后啊 有两个结果 一 头疼 二 胆子大 这两个后果 吴总督都有 最终后果是 头疼的吴总督 胆大无比 带着几千人 就奔着清军去了 喝醉的人 要是一打一 仗着抗击打能力 还有点胜算 但是要群殴 打群架 也就只能被殴 没过多长时间 吴总督就被殴死了 清军突破了长城防线 全线进攻 形势万分危急 密云距离北京 今天坐车的话 如果要是没堵车 大致就是两个钟头 当年骑马 如果没有堵马 估计也就是一两天 离京城一两天 也就是离崇祯一两天 所以这个消息传到了京城 大家都很恐慌 只有几个人不慌 其中之一 就是崇祯 崇祯之所以不慌 是因为六个月前 他就知道清军会进攻 而且连进攻的时间 他都知道的一清二楚 六个月前 有一个人将攻击的时间方式告诉了他 这个人并不是间谍 也不是卧底 他的名字叫王太吉 半年前的一天 杨四昌曾在私下场合 对崇祯说了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比较长 千言万语化为一句话 在东汉 开国皇帝 汉光武帝刘秀 跟匈奴议过河 这个故事的意思很明白 就是让崇祯去跟清朝和谈 客观的讲 这是唯一的方法 就军事实力而言 当时的清朝 虽然军队人数不多 最大兵力二十万 但是战斗力相当强 某些西方军事学家 也在那跟着凑热闹 说他们是十七世纪最强的骑兵 明朝的军队人数 大致在六十万到八十万左右 但是能打仗的 辽东西 红兵 秦兵 也就是二十多万 要真拉开了打 估计也不太行 好在地形靠谱 守着几个山口 清军也打不过来 所以按照常理 是能够维持的 但是要命的是后院起火 除了李自成等一干猛人 只能整天拆东墙补西墙 所以杨四昌建议跟清朝和谈 先解决内部矛盾 其实杨四昌的故事还有下半段 刘秀跟匈奴和谈 搞定内部后 没过多少年就派汉军出赛 把匈奴打得是落荒而逃 所谓秋后算账 虽然杨四昌没讲 但是崇祯明白 所以他决定 先忍下一口气 跟清朝和谈 搞定内部问题 先 当时知道这件事情的 只有三个人 包括崇祯 杨四昌 太监 高启前 为确保万无一失 和谈使者 先是不能派的 杨四昌 不知道到哪 学没来个算命的 跑到黄太极那边 说要谈判 黄太极的态度相当好 说愿意和谈 而且表示 如果和谈成功 就马上率军撤回原地 当然了 这位老兄一向不白给 末了还说了一句 如果和谈不成功 我就打过去 具体的时间 就是在今年的秋天 崇祯愿意和谈 因为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过了几个月 在崇祯的暗中指使下 杨四昌正式提出了建议 与清朝和谈 此后的事情 打死他都想不到 这个建议提出以后 按史料的说法 赞成的人很少 反对的人很多 事实上是只有人反对 没有人赞成 最先蹦出来的是 六部的几个官员 骂了杨四昌 然后是一波言官 说杨四昌卖国 应该拉出去 千刀万剐 全家死光光 但把这件事情 最终搅黄的 是最后出场的一个人 黄道舟 黄道舟同志的简历 我就不多说了 这位人兄后来有个外号 叫做黄圣人 最后跟清军死战到底 堪称名副其实 黄圣人当着皇帝的面 直接就跟杨四昌搞辩论 一通天理人欲 先把杨四昌说晕 然后发挥特长 他的专业是理学 从理论的角度证明 杨四昌主张议和 是天理难容 违背人伦 等等等等 说了半天 杨四昌 基本没有还手之力 崇祯虽然气不过 但是黄先生 理论的基础太扎实 也没办法 等到辩论完了 也不宣布结果 当场就下了令 黄道州连将六级 到外地去搞地方建设 黄帝大人虽然出了气 但是和谈是绝不可能了 杨四昌再也没提 大家都能够等 黄太极例外 他在关外等了几个月 眼看就没了消息 认定自己是被忽悠了 就又打了进来 朋友们 我们要跟明朝的十七位皇帝 以及那些鲜活的历史人物 说再见了 喜欢我的朋友们 听完了明朝那些事 可以关注我的新书 锦衣春秋 这是一个穿越架空的历史故事 书中涉及了江湖势力 官场政治帝王心术 见证了一个小人物成长为大英雄的心路历程 在这儿呢 非常感谢大家这三个月的陪伴 咱们锦衣春秋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